花盆种植茉莉花可以说是所有的花柜里面最好养的 比起你养什么月季啊 绿螺啊好得多 今天教大家如何快速的繁殖茉莉花 Hello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正常来说呢 我们在家呢 是不能这样玩茉莉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的茉莉花只要长到八片左右的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顶端给剪掉 这样子呢 让它不断的长侧芽 因为侧芽呢 才是茉莉花开花的主力菌 我这颗茉莉花为什么养成这样子呢 主要就是为了繁殖 让它长出更多可牵插的枝条 你看这条茉莉花的枝条 现在呢 上面已经长得好长 基本上有三四十厘米了 而这颗茉莉花现在是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对的叶子了 已经长了七对的叶子 老实说 这样种植茉莉花肯定会出问题 你看虽然它也开垮了 但是呢 很明显这个茉莉花呢 营养上跟不上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茉莉花呢 它如果枝条太长呢 它会涂涨 然后会把大量的营养浪费在运输上面 最终就导致这个茉莉花呢 虽然也开垮 因为茉莉花本身开垮呢 是非常简单一个事情 但是呢 由于营养都浪费在运输上面 所以您会发现呢 它只是偶尔的几朵花 比邻居的差很多 当然呢 当您想把这个茉莉花 一盆奔两盆 两盆变四盆的话 您也可以这样养 因为这样养会养出很多又长又粗壮的枝条 当然了 这样子呢 会少很多花香 那我们茉莉花怎样处理呢 记住哈 茉莉花每长出四对的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枝条顶端给剪掉 所以我们每一条枝条只留下四片叶子 来 比如这一根枝条 它现在这里 这里长得有六七对的叶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里 这两对留下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位置给剪断 这样剪断 这一根呢 就变成我们可以牵插的枝条了 即使是这里呢 上面开了花 这样的枝条呢 由于太多叶子运输的过程中 损耗比较大 像这种枝条也要把它剪断 因为这样子呢 太浪费营养了 把上面这一条也剪断 刚才在修剪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里烂掉了 难怪这一颗茉莉花呢 慢慢的整颗枯萎掉了 这个茉莉花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打理了 因为去年呢 我是一颗茉莉花呢 变成了八颗 现在我家里不怎么缺了 所以这个茉莉花呢 被我丢在角落里面 你看啊 下面这烂掉了 然后一定要把它去除掉 不留了 不想救它 你看 下面的一点 一个生机都没有了 这样的枝条 你救它浪费时间 这里也有一根 定时的对茉莉花 这些老子 枯子也要修剪 剪完之后 您会发现它很快又会重新开满了 这枝条都是干枯的 茉莉花修剪完之后呢 我们还有两个事情要做 第一个 最好呢 往里面呢 追加一些平衡型的肥料 比如那个营养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这样子呢 可以为它迅速的补充蛋领甲 第二个呢 有条件可以往上面呢 撒一些草木灰 因为这里已经出现了枯萎的问题 烂根的问题 所以撒一些草木灰 能非常有效 这个有效的预防这种细菌的问题 剪下来的茉莉花枝条 您看我剪下来很多带夸包的 这些夸包要去掉 不要 叶子只留下半片 留下半片的叶子 曾经我就拍过个视频 我就告诉大家 如果您想种茉莉花呢 就不要去买了 去邻居的夸盆里面 偷上一根枝条 那么您会发现呢 这样简单的牵插 您家的茉莉花呢 就可以一盆变十盆 明年呢 您就会满屋的夸箱了 这样这里呢 这个位置记得 记得这样子 做个斜刀 剪个斜口 这样子呢 更有利于它 生根以及发芽 然后这样子就完成了 你看 这一根 这一根就比较粗一点的 同样的把顶端呢 不顶端留下半片叶子 我们只需要半片就可以了 其他的叶子传播不留 一点都不留 来这里打上一个斜刀 这样子完成了 然后呢 有条件呢 去泡一下生根粉 没有条件呢 就直接养 我其实没有弄懂 为什么大家要花钱去买茉莉花 因为这个东西超级容易种植 来这样子完成了 打上一个斜刀 来我的方法就很简单了 在茉莉花的老花盆里面 剪完之后啊 在茉莉花老花盆里面 先用一个棍子 打上一些洞 记住啊 千万不要直接去插进去 这样子呢 您刚才那个斜刀就废了 因为这个直接插呢 您的土里面有很多那个 沙子啊 或者那些比较硬的东西 可以弄伤 然后直接把它弄到洞里面去 然后把土稍微摁一下 就完成了 这一根也是 不要硬扎 很多朋友呢 刚开始扦插都是硬扎进去的 硬扎是超级容易伤到我们的植物啊 很难伸针啊 就这样子 用一根筷子 把它开个洞 完成了 最后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呢 我这个花盆里面一次性扦插了 大概有15根的茉莉花枝条 老实跟大家说呢 有些朋友肯定会喜欢单独去养 比如弄一个专门的育苗盆去种植 老实说我在家呢 我喜欢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因为呢 这个茉莉花既然能在这个花盆里面存活 那么就证明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土壤呢 适合茉莉花的正常生长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插在这里 然后呢 一般情况呢 这样子十来根呢 能活个三五根呢 已经偷笑了 活三五根之后呢 我们也不要急着帮它移栽 今年秋天的时候呢 换盆的时候 才一次性帮它移栽 这样子呢 会更有利于后面的存活 茉莉花种植呢 前期呢 比较简单 后期呢 也就每定时的进行修剪 您会发现呢 很快这盆茉莉花呢 又会开满了花包 上面开花 下面育苗 简简单的 您会发现 以后就不缺茉莉花了 当然呢 这样弄完之后呢 刚才都说有两 有几个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追加肥料 因为茉莉花呢 在开花的时候 需要损耗它本体 大量的营养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追肥 第二个呢 就是修剪 对枝条 尤其是枯萎的枝条 进行修剪 长了超过四对 两对 两对叶子以上的枝条 进行修剪 然后呢 第三个 把它放在通风阴凉的位置 前期不要直接太阳曝晒 第四个 就是给它一次性的订根水 这样子 有利于下面的枝条 尽快的亏复 您会发现呢 到年底 您在家呢 很快会拥有一大批的茉莉花 其实种植茉莉花呢 真的没必要去买枝条 或者买苗子 直接在邻居花边里面 剪一根就完事了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 这里 我是佛山花像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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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